大家好,我是Coco 关注良心情感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 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夫妻间最难熬的三道坎 熬过去就是白头 可惜太多人败给了第二个 第一就是结婚后的一个磨合期 恋爱的时候男女双方在彼此的眼中 那都是最完美的 彼此身上的小缺点小韧性 对方也都是可以包容的 那都是因为爱的 然后结婚那就不一样了 彼此朝夕相处 总会遇到一些磕磕碰碰 这个时候往往彼此都会做回真实的自己 也不再扮演对方眼中的完美形象 包容就很难了 夫妻一旦没有了包容 那争吵就是避免不了的 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争吵的话 那真的就是毫无幸福感可远 其实这是正常的一个夫妻的磨合过程 尽管很痛苦 只要女人跨过去 那你们将会收获巨大的幸福感 可是很多的夫妻连磨合都不愿意 刚结婚不久就离婚了 第二就是妻子怀孕到孩子的出生后 都说失业怀胎 女人怀孕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的 尤其是对于刚结婚不久的夫妻来说 男人这个阶段是很难控制住自己啊 往往会做出对不起妻子的事情 可以说这个阶段是最难熬的 又是能熬过去 那自然是会非常的幸福 而孩子出生后 女人基本上是整天对着孩子 自然就会对男人的关心是减少的 而男人又是没有理解妻子这个时候呢 矛盾将会增多 吵架将会是很平常的事情 吵着吵着 感情呢也就吵没了 第三就是结婚七年 婚姻进入一个平淡期 都说婚姻是有七年这样的 男女在一起的时候 毕竟有着无尽的新鲜感 对未来总是充满的期待 可是随着婚姻的深入 新鲜感不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柴米油盐 以及是无尽的琐事 这个时候 夫妻又不懂得如何去经营 那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了 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的夫妻总会说 老夫老妻了 夫妻也都熬仇了亲人 很多事情啊 有的看待了 每天都在过着重复的生活 可是 若是有一方不满足以此的话 想要寻求新鲜感 那么婚姻必然是会出现问题的 可是若是熬过了这一道看 那实在会是牵手到白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 点赞加收藏转发